在今年4月,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宣布了一个重要认证, 便是深圳湾公馆成为了深圳最高纯富士住宅, 并已正式颁发官方认证牌,作为世界级湾区的顶尖豪宅, 无论是建筑理念设计,以至业主的专享服务,都绝不简单。 到底深圳湾公馆要如何成就十年成城,百年成脉, 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吧。 并且的话呢,我们对环保一方面的话呢,也是特别注重的, 然后我们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垂直立化啊,这样的一个空间, 那并且有室内的话呢,我们是聘请着黄志达及著名的一些设计师, 亲信已经打造的,也采用了国际一线的这些德意系的顶级设施品台, 利用这种酒店级的这种服务管家进行打造, 也提供这种七大的定制服务。 公馆的话呢,它的圈层也是非常纯粹的, 我们这边的话呢,为城市顶级的人群定制的话呢, 就215套,那这个的话呢,也是一种新派豪宅。 所以这是有耐而外,都是按照一流的标准来打造的。 看那个亚马甸的时候呢,发现它里面的有家具系统都非常的智能, 然后它的装修呢,其实看起来都很豪华。 从整个装修方面的话呢,我们都是采用了国际的一线品牌, 那我们的话呢,用的都是维宝啊,汉斯哥呀,这些系列的一些产品来着。 智能家具的话呢,我们是聘请着这个瑞吉酒店的这个团队, 为我们精心来设计,进行了一些优化, 更适合这种家具。 那其中的话呢,我们是做有14项的场景, 包括一些新风系统啊,窗凉系统啊, 包括背景音乐啊,包括人体感应啊, 这方面的话,我们对深度家具的更深入的这样去理解, 更适合我们生活的这种方式。 十年成城呢,百年成脉是我们的一个愿景, 我们立即打造整个深圳湾区的一个豪宅。 那我们的话呢,其实在设计一初的话呢, 公司就是大大小小参观了有100多个项目, 比如说新加坡的这个寒登堡啊, 包括纽约的432啊, 我们发现呢,很多这种城市的高端建筑住宅都是在城市的比较核心的这种区域, 都是一些小体量配套的这种最高端的服务啊, 及最高端的这种定制服务, 其实我们就是延续了这种薪水啊, 做个打造公馆, 引领着整个高端住宅的一种生活方式。 谢谢严先生都有精彩享受的讲解, 谢谢您。 深圳湾公馆所在的南山后海, 是深圳湾的核心地段, 距离深圳湾口岸大约15分钟车程, 距离保安国际机场也只是30分钟, 交通非常便利。 同时, 深圳湾公馆亦坐拥后海的全部周边配套, 这里有全国首个以人才命名的主题公园, 深圳人才公园, 公园占地约77万平方米, 既是人才主题公园, 又是滨海花城公园, 人文生态公园。 这些公园依偎在深圳湾畔, 嵌于滨海休闲带中段, 已成为区内的另一地标。 附近还有深圳湾体育馆, 这个在15公里海滨休闲带上的一个地标性建筑, 主体是用白色巨型钢结构将一场、 两管及其他商业设施整合为一体, 这里还有生活配套相当齐全的深圳湾湾厂城, 是区内著名的美食和购物天堂, 各方面都应有尽有, 除了顶级的不同食肆, 这里亦相当有文化艺术气息, 书香满满, 是文青的好去处, 更不时有世界级的展览举行, 能够庆祝这里的食店都不是等闲之辈, 无论是精致的日式美食, 还是精进的中式美食, 都不会令人失望。